你現在你要防著腹中 他會設計啊 我們跟這個美女沒做過生意 今天要跟美女買一單 我又怕說大話了 這怎麼辦呢 這個是一手賣的嗎 這怎麼買 這個一萬二 給了五千 我要跟你買一個 五千我 你問一下嘛 你看你說五千我都直接相信你 我老是跟他們買 在這裡想跟你買的沒買成 好 你問一下 這個是沒有叫 是的這個是 我家老二 叫阿姨 終於跟你買成了 我老是在這裡逛來逛去 來我先付錢 我發過去了啊 你問他一下收到了沒有 如果沒有收到你就跟他說 哈哈 這個出來買的挺多的 也沒有買多少 走啦 這次真的是想要跟他買的 我們之前是這裡逛來逛去 我看著他都很友善 不准這個要做什麼 它是一點淡淡的春 這個春呢有一點粗 然後這個顏色要做什麼 這個淡淡的春是什麼啊 做西瓜 很有的瓜嘛 你這話說的 那這要做啥 做那種烏魯瓜 那種烏魯瓜 好像也可以哦 對啊就自己做一條防滷色 做葫蘆 嗯不要 如果是做葫蘆瓜的話 這些就做葉子就得了 回去想一想吧 買的時候是有個方案的 我回去再跟文大爺商量一下 副總你可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每次在隔壁買東西的時候 他這個老保年呢 每次看見我們的 他也不是很羨慕隔壁當口 也不討厭我們吵到他 他總是笑笑的 我很想跟他買 但是呢有些時候他一大份 我們只喜歡那一件 其他就不愛對 它是一大份的時候 還都是春的東西啊 對有些時候就不知道怎麼下手 但是我決定 今天一定要跟他買一件 快點說大話了 這個要怎麼設計啊 看看你看了有什麼想法 福總呢 他說這裡做一個葫蘆 跟我想的差不多 然後他說上面做色 他說做一隻獸 我說獸的話就不要 就做葉子 蒙大爺你要小心 福總他是你好兄弟 女人呢就防火防盜 防閨蜜 現在你要防著福總 他會設計啊 你危險啊 小心你這個部門 被他幹掉啊 部門領導啊 葫蘆呢就一定要隨行的 形態要好看 然後葉子呢就看一下 如果有一些葉子不合適 我們把色去掉的 我所謂一定要好看 如果你一定非要這一點色 留起來 那你就做兩個葫蘆 一個大葫蘆 一個小葫蘆 他這一點葉子 就可以留起來了 這點綠色 一條藤串的 一條藤 你先去考慮一下吧 反正就是形狀 一定要舒服 這一點色 非要保留 就是一個大葫蘆 這樣子是不是 到臉面上 一個小葫蘆 那這樣會不會很怪 乾脆把它切到的了 其實它可以這樣 葫蘆這裡不是葉子嗎 然後有一個藤條下來 然後這裡掛一個在這裡 有一半出來就可以了 被葉子擋住 嗯 也可以啊 這個畫面感覺出來了 哇 福仲啊 你厲害啊 蒙大爺都差點被你幹掉了 葫蘆諧音為福祿 福即福氣 福心 祿即祿味 祿興 指失業才運旺盛 它的外型圓滾有曲線 看來很有福氣 由於它的入口小 度量大 好像能吸金銀珠寶 古人認為 它能驅哉避邪 祈求幸福 所以 它被當作招財納福的吉祥物 雕琢還多以藤萬纏繞作襯托 藤萬年延滋長的小葫蘆 有白子千孫 多子多福 世世繁榮的寓意 被人們認為是子孫繁盛之祥物 看得出來春嗎 一點點 一點點 它本來就是一點點 那顏色呢 顏色就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這料子呢 你看我們這裡做了三個葫蘆 一個 兩個 三個 小小的在旁邊 對啊 還有色 你看 哇 這個色 羊 這個色就是羊 色種也好 但春呢 就肉粗一點點啊 這樣看得清楚嘛 就是肉粗了一點點 那為什麼這麼做呢 我覺得也比較合適 為什麼不是說比較合適呢 我們不要去譯毀它 說啊 你粗就不能做 它也可以做 因為它這個是大面積問題 你知道嗎 我們把邊邊上的顏色 瞧一瞧就可以了 你看在燈光底下 看它可能會更紫 但是能看得到更粗嗎 看得到 哦 你看 對對對對對 對啦 色是不是更好看啦 對 對呀 翡翠呢 在燈下看怎麼看得好看 好好拍吧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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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